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般不建议采取强行的这种转移或者是安住的一些方法 这种方法往往会造成人员伤亡 亚洲象的伤亡 这样都不是我们所愿意见到的 这种关注看起来是一件好事 因为亚洲象是非常稀有的野生动物 在我们国家的境内是只有300只不到 但是我们的一位朋友却有一些忧虑 在聊到这个事的时候 他会觉得大家在关注这个事情的时候 本来是可以关注到更多的东西 而不仅仅是一种猎奇 所以今天和我们在一起聊这个话题的 就是这位朋友江志诚 他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 西南项目中心的项目协调员 哈喽志诚你好 哈喽主持人好 大家好 所以这次大家都在关注大象到哪的时候 其实你一直有在关注 就大家的关注度这个事对吧 嗯 对 其实在这一次的事情当中 你是看到了哪些你还蛮担忧的行为的 就是大家这么关注的吃瓜行为 最明显的一点的话 就是说由于这次大象的悲伤 引起了大家一个高度的关注 但那个我们更应该看到呢 就是在这之后 我们的互联网的普及 使得大家能获取更多的信息 但同时也有一些主播 他们为了想拨得眼球去列齐 那么离这个咱们的亚洲象 野生的亚洲象 靠得非常近的去进行一些拍摄 并且上传到互联网上 那他们的这些行为呢 就有可能导致大家的一些误解 是不是咱们亚洲象 真的和我们平时了解到的 非常非常的呆萌 很可爱 然后像我们的那些小飞象一样 就是很逗人喜欢 它并不会去攻击人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互联网 可能会引起大家的一些误解 所以其实野生的亚洲象 是非常有攻击性的对吗 对 它的攻击性是可以说爆表的 爆表 怎么说呢 因为首先咱们这个亚洲象 它是地球上 或者说亚洲大陆上 体型最大的击人动物 那么它能有很强的领地意识 并且它对于它的同类 它有一些幼铁 就是小象 有非常强的一种保护欲 那么当那个亚洲象 它认为它附近有这个潜在的一些威胁 比如说像这个 咱们的一些家畜 靠近它 或者是老百姓靠近它之后 它会处于一种高度的警惕状态 而且它也很紧张 那它就把这个耳朵竖起来 像上子一样的打开 然后还会像这个 拿它的脚 把地上的这些灰尘扬起来 而且的话 它的这个时候呢 它是做出了一种警告 就告诉大家说 你不要再靠近我了 再靠近我的话 我会攻击你 但如果是你不听它的这个警告 或者那个忽略它的这个警告的话 那么接下来 这个人家亚洲象 就有可能对你进行一个攻击三连 哪三连呢 就是第一个是踢 它用这一个它的脚去踢你 然后第二个是压 它拿它的这个上额 就是它鼻子的根部这部分 把你按在地上摩擦摩擦 然后第四个的话是甩 因为大家就知道 这个亚洲象的鼻子非常灵活的 它们它的鼻子 可以把你卷起来 抛得很远 基本上是体型上和力量上 都有绝对优势的这些动物面前 人类基本上是毫无招架之力的 关于体型再补充一下 就是亚洲象 其实是能够高达3.7米到4.1米 对吧 就指它的脚到它的肩膀的那个位置 而且这个的话 还只是我们通常说这个母象的身高 它不同地区的亚洲象 它还是具有一定的差异 比如像在印度的野象的话 通常它的体型会变得更大一些 然后像国内的这个象的这个体型呢 其实就在亚洲象里面 算是体型比较少小一点的 那体重能够到达多少了 就如果被它压的话 相当于是多少吨的重量压在身上 一头成年的公象的话 体重最大的话 可能可以达到个四到五吨左右 那它随便一条腿或者是任何一个部位 放在你身上 至少对你来说感觉已经是像被车碾了一辆的 至少能达到个四五百公斤以上的这样一个重量 所以就其实真的是还蛮危险的 那就是在过去亚洲象商人事情有发生过吗 一直都有 只要是大象分布的区域 无论中国的国内还是说这个中国之外 另外12个亚洲象分布国家都一直有人象冲突 你说人象冲突就是大象闯入人生活居住的地方 然后发生伤害人的事情 对 不仅是人在内 还有像咱们家里面的一些家畜 牛 然后猪 然后鸡之内的 都是可能会和被它攻击对象 它会攻击其他的动物 但它是素食的 它攻击只是因为它害怕 对吗 对 一部分原因的话是它害怕 然后对于有些时候一些年龄比较小的象 他比较好奇 他就会去兜这些这个家畜 反过来这个被家畜吓到之后 那么他就会咆哮 然后像一种就是求救那样的 那么这个母象一听到小象的这个求救的话 就以为小象受到威胁了 所以的话整个象群就过去 就把那一个地方基本上移为平地 这个真的跟那个公众号上面 有一些的信息还蛮不一样的 因为我看过一系列的动图是说 象是多么温柔的一种动物 就是说它跟什么鸭子一起玩啊 然后过小水塘的时候 看到了一只青蛙还特地绕过去 而且都是有动图的 所以这个只是凑出来的东西 就并不是真实的野象 对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在对野象进行描述的时候 是融入了很多人类的情感在里面 就比如说我们认为这个大象比较呆萌 那么我们就会无意识地 就认为说 它对其他动物应该都是很和谐 又很可爱 它和其他的一些动物 和这些青蛙也好 和一些属于鸟也好 它们和谐地在一起 那是因为这个整个象群 没有受到一定的惊吓 所以它觉得那个动物的话 和它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就回到这一次 如果有人类去围观拍 或者拿无人机去 其实就是会让象群出于一种 害怕的状态 而且毕竟它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 对 因为像那个为了这一次做亚洲象监测和预警 那么当地的有关的这些部门 它们采取了无人机这些方式 那么在保证一定距离 比如说100米以上的距离 对象群进行一个跟踪监测 那这个呢 对象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小一些 但是有些时候我们 那一些主播也好 或者是一些网友也好 他们为了猎奇 那么用无人机离象非常近的距离去拍 那么就会导致这个象受到惊吓 那么从而产生这个一些应激反应 比如说它突然间的变得很暴躁 或者很充值状 活动完全没有这个规律可循 是不是其实就是对于在那个 野生的亚洲象活动范围区域内的村民们 他们是知道这些象的破坏力有多大的 只是说保护区之外的其他人不知道 相对来说目前在国内 就是亚洲象主要分布的三州 然后九县 那么它这些老百姓呢 当地的一些村民 他们对大象的 对装甲也好 对这个建筑物也好的这些破坏力 他们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一般在大象 他要去接近这些村庄 要好来接近老百姓的农田的时候 当地的政府部门 也会做出一些提前预警 这样村民就会进行一个撤离 那如果是他的房子是装房 那么他就会可能撤到二楼或者三楼 或者更高的一些楼层 那么至少说让亚洲象 他的鼻子没法去出道你的一个高度 那如果是对于一些 我们都会说的这个土坯房 泥土房的话 那当地老百姓就会采取一种 我干脆就直接离开 那离开之后的话 等大象从这块区域活动完 大象撤了之后 老百姓再回去 对你之前还跟我说 那个你刚开始去观测大象的时候 护理人员问你要相机还是要命 要不你这个也说一下 像我们一开始呢 在野外对亚洲象进行一些跟踪观察的时候 当时我应该是1516年的时候 到了板纳开始做一些亚洲象的相关的科学研究 当时呢 因为比较喜欢拍照 就带着一些长焦的镜头 背上单板相机 就跟着寻服员一起到咱们林子里面去找大象 然后呢 那个寻服员呢 基本上都是青砖上阵 一双解放靴 一身迷彩服 然后背一个小花包 装一点水之类的 就进山了 而我们当时呢 这个也比较贪心 又想拍各种照片 然后的话又要去找相 所以每次这个寻服员就问我说 背那么重 关于大象来你怎么跑 当时因为觉得我还是体力不错的 跑的速度还快 那么就背着相机什么进去 然后后面经过大概两次 被野相追的经历之后 就发现这个还是保命要紧 就说这个相机嘛 这个如果真的被大象踩坏了 到时候可以再慢慢的更换 但是这个小命没了 就真的啥也没了 所以你是真正经历过被大象追的 对 因为像在油岸呢 这个大象它走路是没有声音的 通常我们在林子里面发现野相 通常都是靠的很近了 听到林子里面 有那些树枝折断的声音啊 或者是一些草丛里面有声音 那么那个时候的话 才是最容易发现大象的 特别像在板纳的一些林子里面的话 大象身上是灰色的 有些时候呢 刚好下过雨 它身上有一些泥土 变成了一些泥浆 就变成棕色 然后这个棕色呢 在这个林子里面的隐蔽效果 是非常好的 它只要不动 它竟竟在那里要站转 你甚至都发现不了它 但这个有可能就是走近的时候 它也被你吓一跳 然后它就会展开攻击行为 特别是像这一些带有幼崽的这些母象 它的攻击性的话会更强 那几次你遭遇大象追 都还好就是都摆脱了对吧 对 而且那个时候的话 你永远不知道你的潜能能发挥到什么样的状况 啊怎么说呢 就是说很多时候 如果是我们在动物园里面看到大象 我们都觉得大象是体型很大 绝对跑不过你 然后你总觉得自己的这个体型是很小的 而且可以跑得很快 有些时候可能你在体育考试的时候 跑一百米也好 几百米也好 你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 但是等到你突然间遇到大象 脑子里面真的会突然间变空白 然后又做出了第一反应就是回头就跑 可能那个时候的话 跑那一百米的成绩 远远可以超过你在体育考试的时候 听到这里 我们插播一条小广告 两周前 睡眠环境品牌唐导 给我们寄来了一床呱呱凉被 收到后 我们办公室的每一个人都披盖上体验了一下 那最大的感受 就是触摸到被子的瞬间 就有种非常清凉的感觉 它两面都使用了成本更高的 chill cream量感纤维面料 清清凉凉 但不冰冷 有一种能赶走夏日烦躁的平静感 盖在身上很贴合身体 柔软透气 那现在已经成为了 我们办公室休息区的日常用品了 所以也在这里推荐给各位 在淘宝上搜索 唐岛官方店 跟客服报案号声东机西 就可以优惠150元 和猫肚皮疹组合购买的话 还可以便宜290元 那更详细的信息 可以咨询客服 接下来我们回到之前的话题 那我们回到那个刚刚说的 就是一些短视频播主 最终拍摄这个事 就是一方面可能是人会受到伤害 但如果 就是你之前跟我说 如果一旦有人员发生伤亡 事实上这群象也会受到了威胁 就是这个怎么说呢 因为就是大家在围观野象的时候呢 很容易会 由于靠的距离太近 或者是我们发出的一些噪音 比如说 有一些群众 他们看相的时候会大声喧哗 甚至说可能会用一些 它抛制一些水瓶啊等等的 或者石块 想要去驱赶这个野象 那这部分呢 都可能会成为激怒野象的一些诱因 如果是这个野象在对老百姓 发起攻击的时候 周围的人 他为了去救你 或者是一些救援人员 他们去救你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对这个象 采取一些强制措施 那这样就会造成这个 我们的野象 再次受到一些惊吓刺激 如果说是有些时候 我们有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 它的规定是 在哪怕是国家保护的动物面前 这个人命是至上的 优先是保护人 去救人 所以有可能会对这个野象 采取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措施 导致这个个体可能会死亡 所以最糟糕的情况就是 人去招惹大象 结果引起大象发怒 最后就不得不把大象给 或者弄受伤 或者是死亡 这是最糟糕的情况 对 所以就是其实的确 一些短视频主 就播主是为了流量 去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对 而且就目前来说 像这次北上的大象 它暂时还没有出现 走回头路这样一个迹象 那么有些博主 他为了去抢那个热度 他去跟着大象的这个轨迹去走 那万一哪天大象来一个回头杀 那我想他们在林子里面是很难跑出去的 而且他们根本其实就一点经验都没有 而且还带着设备 对 这个是风险很大的 所以就是我们像我们很多在围观 大象就在手机上面短视频上面围观大象的时候 其实就是以这些人以及大象的安危在付出代价 就只是为了流量 所以就是第二种你会觉得就是互联网上一些关注和讨论 其实你也觉得可能是有问题的 就是你要说一下吗 就目前来说互联网上出现了大概有三个阵营的一些观点 那么第一个呢是对这个事情的本身的本质比较关心的 就是如何把这个象群及时的用尽可能少的人力物力 还有最可能提的风险 把它那个吸引回那个云南的南部 那么有些网友呢也这个献严献祭 比如说像可以采取那个麻醉啊 或者食物饮油啊等等这些方法 那么第二个阵营的话是 有一些网友他更多的 他并不知道这个事情的 他也不想知道这些本质 是可能偏向于一种比较凑热闹的方式 在看待这一次亚洲象北上的事件 然后第三方面有一些负面的一些言论 那么他们呢就是也对相关的一些人员 他们为何这次处置这个亚洲象北上的这个活动呢 那么提出了一些比较负面的 甚至说可能会真的比较 对一线的工作人员的工作 是给了一种否定的这样的一个言论 那么这些的话我觉得 是目前大概网络上出现的有三个阵营 第一种阵营是还挺好的 第二种可能就是刚刚我们说的 就是要不就看新闻 要不就看短视频播主 某种程度上是推播助澜了一些 追求流量的人 然后第三种就是你刚刚说的还挺负面的 那像那个有些就是我们的网友 他一直都觉得怎么不用麻醉方式 一次性把树头像 全部弄回到这个云南南部 那这个呢就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 那其实这个过程它很复杂 而且具有很大的这个风险 就第一个 每一头像它对麻药的耐受程度不一样 那么这个我们通常对于这个麻药的用量呢 是根据大像的这个体重 那么来选取这个麻药的用量 但是就目前而言 这个一共有15头像 每一头像的情况呢 它都比较复杂 我们如何来精准的控制好这个用量 因为不能过量 然后而且还需要起到这个药效 难度比较大的 第二点呢 就是因为当地的地形地势 它不一定能满足这些大型机械 开场工作 那么如何就是把这些 比如说麻醉后的这个像 转移到一些大型的运输工具里面 这个是难度比较大的 因为像我们看到目前很多像是在 这个农田附近 那些地方的话土质都比较松软 大型的这些起疗设备 其实是很难在当地开场工作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说这个大象 它需要在麻醉后的30到40分钟之内 那么进行一个个体的复苏 不然的话 它可能由于这个过重的体重 导致它的一些内栅器官被压迫 那么造成一些休克也好 或者是器官受损 上面三个的话都是比较致命的 然后第四个呢 它其实上是一种连锁反应 或者说一种衍生的 比如说用吹管或者麻醉枪 给大象打了一个麻醉的这个针之后 那么很容易引起大象的应激反应 那应激反应之后呢 它就会没有目的性的就奔跑 那万一说它跑的这个距离 跑到了我们人可控的范围之外 它才倒地 或者说万一它到了一些水池啊 水区旁边倒了 掉进去了 那这个就真的很危险了 所以就相当于是有一些网友 提出了一些建议 看起来是很聪明 但是问题是建议是建议 专家要采取的措施是必须是万无一失 经过考证的 对 而且如果就是对现场的这些工作人员而说的话 除了刚才说的一个麻醉剂量的使用 会对大象是否能这个起到药效 倒地 有影响 那么同时就如何把这个那么多的个体 十五头像 那么有效地实施这个分离 因为在对小象和成年相亲分开的过程中 母象会为了去寻找小象 那么可能会对现场的人员造成一些刺身伤害 这个是很危险的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假如说这群象 它经过了现场的这次麻醉的印记之后 那么我们把它送回到版纳去 那么它会不会对当地的老百姓造成一些刺身的风险 对 就相当于有些心理阴影了 对人类 对 这些的话都是现场的这些专家 其工作人员他们需要 真的是尽可能做到万全的这样一些考虑 就是各种各样的可行性分析 所以一线的工作人员 就是还想出哪些其他的方案了吗 比如说之前的话 有提出用这个电脉冲炸篮 那么在这个亚洲向前进的通道上 那么我们仍为的给它画一个 就是通道 给它过 那么因为这个电脉冲炸篮的话 它是用这个电脉冲的形式 短暂的短时间的进行通电 那么这样的这个象 它出到这个之后的话 会有一定的 就是被这个电麻到 但不会造成这它的一些损伤 所以这种方式呢 来对大象进行一个方向上的一个变化 但是这个方案呢 因为需要有一些供电设备 而且需要人去提前在某些区域进行一个布设 但是像每天的活动 第一个是在这个山里面比较多 通电是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布设这些设备的地方 大象会不会去 是一个问号 所以这些这个方法呢 目前用下来 人工通过投喂这个食物这个方式 去引诱大象 向南边走这个是目前来说 风险性最低 成本比较可控 而且的话 对当地的这个人员 还有对大象来说 都是比较安全的方法 对 所以就是其实很多网友 感觉自己的想法非常的高明 但事实上 所有的可行性 可能在现场的人 在一线的人都已经考虑过了 然后背后还是非常复杂的 而且我想就是可能 大家会忽略掉的一点 就是这一次我们看到 因为刚刚也说到 亚洲象其实是还是蛮凶猛的 所以人像冲突一直在发生 当地的一线的工作人员 可能一方面要保护好象 一方面也要保护好当地的居民 当地的农民人啊之类的 所以一直在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 就是想出办法的过程 但这种复杂问题的解决 其实过去的数年间 可能十几年间 其实一直有在做 对吧 对 所以就是人像冲突是 就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你能够解释的更详细吗 因为就比方说 我们之前可能也做过 其他的动物 像豹子呀或者长臂猿 就会有冲突 但可能更多的是 这些动物远远的 离人比较远 但是就是人像冲突 为什么看起来 好像要比其他的动物 会更加激烈一些 首先呢 这个动物保护的工作 它是很复杂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保证 动物的一些生存的权利 但同时呢 我们也要保证 当地群众的这个发展 因为经济发展的话 改变的就是 它日子越来越好 它才有这些时间和精力 去关注野生动物保护 那么在这个任何 就是有人和动物 共用栖息地的这些国家 或者地区 都面临着这个人寿冲突 那只是说 因为像亚洲象 它属于体型比较大 那么就这个人像冲突而言的话 其实上它很早以前 已经有很多一些国家 比如像印度 好像西兰卡 他们就开始做一些研究和报道 那么目前来说的话 就是引起这个人像冲突 其他原因呢 第一个是野生动物 它和人类 在这个栖息地利用上面 出现了高度的重叠 你说重叠是能够讲得更详细一些吗 对于亚洲象而言 它原生的一些栖息地 比如说是一些天然林 然后后面呢 为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那么这一部分林子 会进行了一些替换 替换成了一些 经济价值更高的森林 那么这种替换呢 就会使得原本 大象活动的一些区域 它平时去采食 去休息的一些区域 就变成了人类的生产生活用地 但是呢 它的一些生活习惯 如果还没有发生改变 就是它还是照样地 来到这块区域里面 对这个土地 按照它以前的方式 活动啊 然后利用 那么就和当地的老百姓 就会产生了一种重叠 活动上的重叠 空间上的重叠 当它们遭遇之后 就会出现了一些斗争 而且我看报导是说 大象其实还蛮喜欢 就是人类的一些庄家作物 因为能够提供更好吃 更高的卡路里 然后让它们觅食的时间更短 因为大象呢 它在这个一些研究里面就发现 它比较偏爱的栖息地 是在这些林源地带 林子和边缘上 那么这些地区呢 它在咱们生态学上 就通过一定研究发现 在林子边缘呢 通常具有更高的这个生物多样性 那就意味着 其实上这部分区域的 植物的多样性可能会更高 那么这部分植物里面 就有可能有很多是亚洲象 比较喜好吃的食物 那同时这个老百姓 种的这些庄家 比如说像玉米啊 然后水稻 还有像甘蔗这些 那它恰恰又是含有很高的热量 它的卡路里很高 那对于大象来说 它一天可能需要吃个 150到200公斤的食物 一头像 那它需要吃那么多 它肯定会选择最容易获取的方式 那就到了这个离林子比较近的 一些老百姓的地里面去觅食 而且就感觉像是它的食堂一样 一次性就能够吃好多 对 所以的话 它一头像去 比如说搞定200公斤 十头像去就两吨 那比如说像这次这个象群的话 它可能一天的话 就需要很多吨的食物 所以就对于保护大象 和保护人类同时都很重要的 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而言 这个就还是蛮难平衡的一个事情 因为大象就是会选择 更加容易获取卡路里的 农民的庄稼地 对 这个的话是目前 就是很多国家 不只是中国 包括像马来西亚 然后印度 斯里兰卡 尼泊尔 这些国家都存在的一个问题 所以事实上就是 之前就已经在做一些 什么样的事情 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大概从这个 055年开始 咱们云南省 针对这个亚洲象 和老百姓之间的一个冲突 那么055年 当时就搞了这个 云南省亚洲象 造势公共责任险 那么就通过这个商业险种 对受到这个就是 大象侵害的这些老百姓 进行一个补偿 就是说对这个农田里面 被大象糟蹋的农田 进行补偿 那么如果说是假如说 由于这个大象攻击以后 只能上亡的 那么也会有一定金额的 这些补偿 这个的话是商业险 在国内 引入到这个亚洲象 或者引入到野生动物的 这个造势领域里面的 一个重大的突破 那么这个方案呢 也是在全球 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你就说其实应用的 也算是比较早的 对吧 对 而且现在每年的话 政府投入的一些投保额 也在逐年的一个增长 那就说出面这个对人像冲突的 这个补偿的事情 那么现在其实上 咱们当地的一些政府部门 他们已经是不断的在重视 不断的在投入 在巴纳和普尔这一片呢 其实上很多 就是政府机构和当地的这个社区 还有这个咱们的一些社会组织 其实上是做了很多的这些工作 那么就是从保护这个亚洲象 为这个散物种 那么它的气息地的质量提升 然后热带雨淋修复 还有人像冲突缓解 那这里那个科普一个小知识 就是什么叫做散物种 大象它体型很大 那么它在这个森林生态室里面呢 其实上很多动物 动植物的这个生活 和亚洲象是气息相关的 那比如说呢 这个大象走过了一段路之后 它会在土地上踩出一些坑来 下雨过后呢 这些坑里面可能就会成为一些 两栖动物 比如说青蛙的一些产暖的 一些这个场所 然后同时呢 这个亚洲象 它把一些土地踩开之后 土里面的昆虫就跑出来了 又成为一些第七鸟类 就在地上活动的 比如像白鹹啊 这些鸟类的一个密室场所 然后第三呢 就是说这个大象 为什么我们称它为这个热带雨林的工程师 就是它在这个活动的时候 它会采食于很多这些植物的果子 那这部分果子的话 它里面经过大象的消化之后 里面它无法消化的这个种子 它就会随着大象的粪便 重新回到地面 而且大象的这个粪便呢 又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 就是天然的肥料 它又会促使这个植物来生长 而且这个粪便里面呢 还会有很多的一些昆虫 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金龟子 枪狼 它也会利用大象的粪便 作为它的一个居住环境 所以大象它在林子里面的话 它还会把这个一些 就是树木推倒 推倒之后的话 使得这个 这部分区域漏出的一块空地 那么当光线和雨水 它对这块土地进行一个处理过后 很多地面上的一些 原本低矮的草本植物 就会逐渐长起来 慢慢的又形成贯葱 然后就增加了咱们 这个热带雨林里面的 垂直多样性的结构 所以大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物种 那就是说 对于大象的气息力值上的提升呢 在一些政策法规的限制条件下 那么对林子下面的一些杂草进行清除 然后种植一些 比如像野芭蕉 然后像棕葉螺这些 大象洗食的食物 那么使得这块区域 对大象的存在量进行一个提升 那么同时呢 这个当地的一些 比如像村民 那么他们 也把自己的部分的土地 出让出来 比如说租给 这个当地的政府 或者租给民间机构 那么开展一些像石原地建设 石原地 就是那个专门在一些 大象或者是林园地区 那么为大象提供了一个 人工的大象食堂 就食物的园地 就叫石原地是吧 对对 然后石原地这个建设呢 其实上当时中国科学院 西山版纳植物园的一些专家 比如说像这个培生基老师 然后还有学大夫老师 他们呢 经过一部分的一些论证 就认为这个 亚洲象的实验地建设 是可行而且必要的 所以就这部分的一些活动呢 其实上是有很多的一些 科学的一些论证的基础 在里面支撑 因为这次你刚刚说到 大象是一个散物种嘛 它刚刚能够带来 整个环境的 非常有意识 你说是热带雨林的工程师 所以如果不是说 从西双版纳到昆明这条线上面 有很多很多居民区 有很多很多人住的村庄 其实这次大象的北上 它是个好事儿 对不对 对 它亚洲象这个物种而言的话 它这次的北上 其实上也就为 更北边的这些栖息地 它是否能生存 其实上的话做了一个探索 同时的话对于这个 比如说像科学研究之内的 其实上也是具有一些示范性的 比如说我们以前做的 大象的这个吃什么东西 一直都是停留在 版纳普尔这些区域 但这次大象 它往北边走了 那么它沿途才是一些植物 那些就是一些新记录 所以这次其实上 大象的北上 我个人认为的话是一个 就是优势大于 它的劣势的一个事件 嗯嗯 虽然是个偶然事件 就如果这个是放在 人类活动比较少的地方 其实这个就真是一个蛮 自然而然会产生的事情 嗯对 因为大象呢 它在版纳很多年以前就存在 只是说这个近年来呢 这个我们人类 对一些栖息地的一些开发 那么使得这个大象的话 它肯定会选择一些 远离人的区域 那么它的生境呢 会受到一些影响 那同时呢 我们人类也人为的 主观意愿上的 划定了一些行政区域 和一些保护区 那么就使得这个 咱们的亚洲象的活动区域 被人为地进行一些界定 但其实上对于大象来说的话 它是没有这个行政概念的 它想去哪就去哪 所以就觉得大象 真的是一个 还挺了不起聪明的生物 像大象呢 就是据研究说 它是有可能 六到七岁小孩子 智商的一个物种 它会思考问题 我们在野外 就是通常 有些时候遇到大象 可能你看到的 只是一头像 你不知道的是 它们有一个策略 有点像狼群一样的 它们会把人围剿起来 所以这个为什么 有些时候我们出野外 就随时需要保持 这个高度的警细 在于说 你看到的只是一头像 但是群像 可能已经把你围住了 它们会有一种策略 而且这个象的话 非常聪明 它们很通软性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物种 和其他的物种 比起来的话 它非常大的一个特点 所以其实可能 在这次大家 关注这个大象的背后 可能最后 就是科学家和政府 怎么样能够解决 人像冲突 这个也是你挺希望 公众了解的一个信息 对吗 因为出了像 刚才说的一个 关于亚洲象 起习地的一个质量提升 那么随着这些 科学技术的发展 像看那个节目 秘境之眼上面 我们使用到的一些 红外线景相机 那其实上呢 这个我们已经把 这个红外相机 运用到了日常的 亚洲相监测 和预警工作里面来 就我们的话 这个有一套系统 我们在远离村庄 可能比如说 两三公里的地方 我们安装了一些 这种信息回传 功能的那些相机 那么它们会对 拍到的亚洲相照片 进行一个回传 通过在后台上 我们做一些 AI的一些自动识别 自动处理 最后加上人工审核 这样一个流程 那么确定 哪个方向 进村的通道上 有发现的 多少头亚洲象 通过这个 在村子里面的 一些比如说广播 喇叭 显示屏 还有在这个 咱们的微信群里面 一些社群的媒体里面呢 我们进行发出预警 那这样相关周边的 一些村寨呢 它就知道了 大象现在在哪个位置 大开多久之后 可能会到村庄附近 那就可以做出一些 及时的一些规避 就是让人躲开象 避免人相冲突 然后这个的话 是一种方式 同时呢 还有咱们这个 亚洲象的 无人机监测团队 那么基本上是 全年24小时 对各个地方的象群 进行跟踪 这个也是一方面 获得数据 一方面也是 让人能够躲开象 对吗 对 他们即使对大象的 这个位置进行播报 特别像在一些 比如说两个村寨 之间有大象活动 那么这个早上 像冬季 版纳这些地方的话 水雾比较大 那么我们的这些 巡抚员 比如说无人机 如果无法起飞了 那么我们巡抚员 冒着自己的 这个生命安全的风险 需要去到这个林子边上 确定象的一个位置 并且发出这个警报 给当地的这些群众 然后还有像在一些 比如大象经常活动的村寨 这边的话 有一个叫做香烟庆的寨子 因为那个寨子呢 刚好它是亚洲象经常 喜欢通过的一个通道附近 就会经常有大象到这个村寨附近 去逗留或者去活动 为了防止象群 进到咱们村寨里面来呢 这个当地的这些林业部门 和这个当地的这些村子的 这些负责的 这些村小组啊之内的 那么就一起合作 在这个村庄周围 建了这个樊象工程 就是它通过这个樊象栏杆 把村子围起来 这样大象就进不去 樊象栏杆 就围栏 对 通过一种围栏 就是类似于像在动物园里面 这样的一个象射那种栏杆 很粗的那种杆管 啊 但只是这次围的是人 而不是大象 因为这样呢 就可以保证说 在平时大象没有来的时候 我把那个大门打开 然后正常的人员和车辆 可以随便进入 然后假如说到了晚上 附近有象群活动 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个 栏杆的大门关起来 那么人的话是可以 从栏杆的一些空隙里面 自由进出 那是车辆和这个压游象 这样一些大型的动物都进不去 那这些都是目前做的一些工程性的 和一些预警性的工作 那么来自于像那个全国各地的一些科学工作者 那么他们也在板纳普尔这地方呢 开展了很多的一些就是研究工作 那么很多的一些科研的一些成果 对当地的一些政府部门进行了一个采纳 而且进行了一个落实 比方说呢 比方说我们通常认为的 就是大象它的食物一天是多少 它的消化周期是多长 它能吃的这个食物有多少种 等等这些研究的一些结果 通过大量长期一些野外工作 一些观察 那么形成了一些科研成果 那么它在对我们当地亚洲象 齐齐地修复这些工程开展的时候 就可以作为参考 所以就这真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 当地的一线的工作人员 采纳一个做法的时候 这背后有很多的科研的成果在做基础 而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 对 而且那个像当地呢 其实上为了保护这个亚洲象 我们多数采取的是一个 向进人退的策略 那那个如何保护了亚洲象 又让当地的老百姓的生计 获得一个发展的话 实际上当地人也是抓破脑袋的去想 那目前这个一些比较可行的方法 最近呢 歹族的这个歹医药种植 那么歹族的文化传统里面呢 有这个传统的这个医药 就像咱们的中药一样的 那么他们歹族有一些 他们自己经过那么多年来 总结出的经验 那么有一些歹医药呢 它的这个种植 可以带动当地的一些村落的收益 如果他种了这些中药药之后 那当可以收成的时候 这些中药药会作为一些原材料 比如说销往当地的一些歹族医院 或者是作为这个一些 当地的一些草药 或者是一些中成药的成分提取的原材料 这样就可以带动当地的一些经济发展 你意思就是说 不种其他的那个经济灵作物 然后就能够保护大象 是这个意思吗 就比如说有一些村落的话 它可能以前经常受到这个大象的一些活动的影响 那它去种植这个玉米也好 种植甘蔗也好 虽然说能带来经济效益 但是的话也吸引了大象过去 那它对于这个咱们村落 这些居民的生产生活安全的话 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隐患 所以就要种一些不吸引大象的农作物 是这个意思是吗 但是同时又是经济作物 对他们种了一些这个 比如像一些冰微种草药 那这些冰微种草药呢 它种植之后 从人的角度来说 它可以带来更高的天气收益 那我把这个和我去种这个玉米 种甘蔗之间的这个差价 我把它拿去购买粮食 那其实上不仅是解决了我的粮食 获取来源的一个途径 同时呢这个我也让大象到我这个村寨附近 活动的频率降低了 因为它来之后的话 它没有这些种草药它不采食 那这样的话就是做到了一个一举多得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因为我看到数据是说 可能在1958年那会儿的时候 亚洲象是一度要灭绝了 然后之后就开始保护亚洲象 后来数量逐年增多 但逐年增多之后 可能人像冲突也会增多 所以只要是我们还在保护亚洲象 亚洲象的数量再增加 那可能人像冲突就一直会存在 其实差不多可以这样说 因为人像冲突这个问题 不只是在中国 对 在另外这个12个亚洲象分布的国家 也是存在的 而且这个目前 我们国内对人像冲突缓解 采取的这些活动 这些工作 都是位于这个世界前列的 因为像在这个 比如说还有像在非洲 那么非洲象和当地居民 这个马赛人之间的 这些人像冲突 比如说像在这个 安博赛利国家公园 它的这一部分 大象和这个当地居民的冲突的话 目前他们采取的一些 比较有效的方法 是通过这个非洲的杀人风 去放在村寨周围 放在大象会进村里通道上 但是这种方法呢 其实上它对于当地村民来说 也是有一定风险性的 杀人风这个能详细说说吗 杀人风第一个 它属于非洲的可能一个风种 攻击性也好 然后毒性之类的 要比这个咱们 云南这边的中华蜜蜂 要强很多 而且可能这个它蜜蜂 但这个是有一部分的 科学的一些研究 或者一些假设 是说蜜蜂在煽动翅膀的时候 发出这个嗡嗡声 可能是非洲象不喜欢的 所以呢这个 他们就通过这种方式 在大象可能会进村的这些道路上面呢 去养殖这个杀人风 那么来起到一个趋向的作用 但是他们这个方法呢 治标不治本 它只是把象驱赶开了 但是大象依然会有 其他的一些通道 进入到这个村站里面 而且当地的老百姓的 这个经济收入之内的话 始终是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所以大象还是要吃东西 然后吃的还是更爱吃人种的东西 对 而且特别像这个 对于非洲的一些草原象 每年它由于干旱降入量小 那么它肯定就会从这个 不容易获取食物的地方 拼命往这个村寨附近活动 这个的话是这个 就是只要有大象 无论是亚洲象 是非洲象的气息的地方 都会存在人像冲突 只是说这个这两年的话 我们中国在这部分 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 然后以及这个无论是科学家 还是当地的这些林业部门 还是老百姓 现言现计选了很多的方法 来进行一个实施 那么也发现了很多方法 其实上是奏效的 那也是具有一定推广性的 那像我们回到 我们刚刚的那个话题 是说就这次 虽然断鼻家族北上 这是一个偶然事件 但是可能大家的一些 过度的关注 包括猎奇 这可能是对大象本身 和对就去追热点的 这些人本身是有伤害的 就但关注还是在嘛 你觉得大家可能 更需要关注的是 哪些东西 你还是希望能够传递 给更多的人的 第一个的话 这些老百姓 尽可能的不用太去 把大象北上这个事情夸大 因为像之前也有一些 就是我们的网友 比较调侃的一些说法 那其实这些说法呢 这个作为玩笑话 可以但其实不用太那么夸张 就是亚洲象这些动物呢 它本身具有一定的 这个迁徙的习性 那只是说这次 可能跑的一个 比较偏北一些 距离比较远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当地老百姓 最重要的 学会怎么去认识 这个亚洲象 因为可能到目前为止 为止的话 很多老百姓 都不知道亚洲象是什么 可能我在它面前 放了一张非洲象的照片 它可能就认为 这个是亚洲象 你说区别于亚洲象和非洲象 就大象我们认识 但它究竟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对 因为它们长得都有点像 但是到底谁才是亚洲象 这个的话是需要去辨别的 然后第三呢 其实上就是这一次 其实 大象北上这个事件 偶然事件 也可以作为非常好的一个 关于咱们的一些科普宣教 那么像今年的话 又是在昆明 要举办这个生物多样性大会 那其实上 这个大象和生物多样性的关系 是千丝万里的 如何大家能认识 咱们这个中国亚洲象 然后认识到大象背后 它和生物多样性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的话 是非常值得和大家科普的 就你刚刚说的 那个大象作为散物种 能够带来更多的 生物的生存环境 就所以就花那么多人力物力 还有政府拨款去保护亚洲象 都是值得的 因为通常我们看到的东西 都是看到一些直接价值 或者直接产物 那我们把亚洲象保护好 然后的话 其实上它背后的 可能数万的一些物种 都受到了一些保护 能够到数万种吗 这么多 因为像这个日常当中呢 像一些偶蹄类的动物 赤脊啊 水鹿啊 或者一些地球鸟类 像白鹹啊 这些动物 它和亚洲象是同一的 那么我们把大象保护好之后 它也受到一些保护 但其实上 还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 那个比如说像真菌 大象的分辨 其实上是非常好的 一个培养命 有些时候我们在野外 遇到这个大象分辨之后 我们其实上 把大象分辨拿起来一看 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真菌 就在大象分辨上 就长出来了 然后还有像很多的一些昆虫 刚刚说的一个羌狼也好啊 其他的这些昆虫 以大象分辨 作为一个奇迹环境 那普通人为保护大象 还能做出一些什么事呢 最简单的一个 就是除了保护大象之外 那还有像它的一些 生境上的一些保护 你说它生存环境 对吧 对 当我们说到一些保护的时候呢 其实上我们最直接的 不要去购买 那些大象的制品 对 对 象牙什么的 对 因为其实上像国内在这一块的话 做得非常好的 但是像前年这个IUCN 它的一个会议上 就关于说到一个缅甸的大象 很惨烈 当地有一年的话 有42头被这个作为科研监测对象的 带着象圈的这样一个 压住象 遭到这些偷盗裂 最令人感到发指的 是它们都被剥的皮 就是象的皮也有用吗 对 因为这个象皮 是充满了这个胶原蛋白 然后有一些 就是人呢 他把它拿去以后 等它皮干掉之后的话 车成这个珠子 就像有点像咱们戴手上的 这样一些珠子 哦 这也行 对 他们觉得那个的话是 因为它象皮干掉之后 车成珠子是雪红色的 哦 是吗 天哪 对 所以的话有些人 他们就会去购买这些 大象象牙制品 还有这个橡皮制品等等的 那这些呢 其实上都会对咱们这个 不限于 但是不限于这个中国 的这些大象 带来一些威胁 那为什么说这个 对中国的亚洲象 也会有一些呢 因为咱们西川版纳 蒙纳这边的大象群 它和老挝缅甸的相 是有国际交流的 它有通道是跨边境 那个在老挝和中国 还中国和缅甸之间 来回活动的 那这样的话 就是如果你去购买这些产品 其实上就是为了这一个非法的消费 那有可能说买的 每天买的这个东西 难说它来源于中国的象 去到缅甸之后 遭到一些偷补 就但无论这个象在哪里 都不应该去买这些 无论是亚洲象你好 非洲象你好 都不应该去购买 对 就这个广告可能大家看的也比较多了 没有那个买卖就没有伤害 对 因为大象的这个象牙的成分 其实上和我们的牙齿没有区别 就是我觉得 你以期去买大象的这个象牙 比如说自己换牙的时候 好留一下 这个价值还更高一点 去钓一个小卫钓吗 对 我觉得这个拿自己的牙齿 叫卫钓 这个我可能还会比较接受 那普通人还能够为大象做一些什么呢 因为像国内目前的话 对于亚洲象的保护 还是做的比较不错的 还有一点重要的就是 回到刚才说的这个散物种上面 就是关于一些野生动物的一个消费 因为这个野生动物消费的话 就是野生动物身上 其实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寄生虫 还有一些细菌 那这个你去消费这些野生动物的话 它不像人工饲养的这些动物 它是经过一些检验检疫的 很容易会感染这些寄生虫 那么对自己的身体带来一些危害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那个不单是保护亚洲象 更应该是扩展到保护 这个就是一些野生动物 野生植物上面 回到就是说 那个如何保护亚洲象 那目前来说 这个亚洲象 它受到的威胁多数的 还是来源于一个非消费 然后如果是遇到这个 野外遇到就是象的话 及时的进行一个躲避 尽量的不要去正面和它冲突 那怎么躲避呢 就如果说亚洲象在云南境内 会越来越多的话 那可能人象冲突 说不定有游客啊什么 在云南会碰到 对比如说像有些 他们喜欢可能徒步的啊之内的 那有可能会在徒步当中 会遇到野象 假如说你在野外 遇到野象的话 第一个就是不要惊慌 不要去大声喧哗 对亚洲象征的吼叫 因为那样可能会刺激到野象 对你发动攻击 然后第二的话 就是说身上的这些 比如说背包啊之内的 假如说真的被大象征了 能丢多少丢多少 尽量的减少自己身上的负重 不然的话 你跑不快 非常糟的一件事情 因为大象它奔跑速度 能达到差不多40公里每小时 然后如果是被这个野象 真的被野象追的话 不要去跑直线 因为直线的话 你的速度在它面前 是很弱很弱的 尽量跑这个S型 因为大象它走路呢 还有跑步是这个顺拐 那它在这个转弯的时候 有一个体型比较大 体重大 那么奔跑起来 然后惯性也比较大 它很难去比较安全的改变 奔跑方向 除非它停下来 所以的话 你跑S型 就可以让它跟不上你 要进行一个躲避 然后切记的话 就是说不要随便爬树 大象它是属于耐性 非常好的一个动物 你爬树之后的话 它可以在你爬的那个树下面 或者附近 待上几个小时 它在旁边吃草 好好地等着你 那最后很难说是你自己体力不支 从树上掉下来 它再来收拾你 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就大家还是会关心 北上大象的这个事情 可能很多人也还是说 哎呀我们这期节目 怎么就没有提到 它们为什么北上 然后之前你跟我聊天的时候 也提到说 虽然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假说 一种是说可能是栖息地的问题 一种说可能是因为地球磁场的问题 另外一种可能头像的记忆力发生一些什么问题的原因 但所有这些假说都只是假说而已 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完美的解释 对吧 对 第一个野生动物 它的迁徙 特别像亚洲象 只是我们以往 这个观测到的一个亚洲象的迁徙呢 通常是比较短距离的 可能就是在100多公里的这样一个路程范围之内 让进行迁徙 像这次的话 已经达到400公里的一个单边的 这个迁徙里程的 是第一次观测到 那这个呢 也是具有很大的这样一个 就是参考价值 虽然说它是作为一个偶然事件 第二呢 就是说 有说是它的寻找食物 然后有说是迷路 还有说是地磁 那因为这些都是一些假说 还需要有足够的时间 给这些科研工作者去探究 那么所以我们对于多数人来说 我觉得就是掌握野生动物生活的三要素 这三个是最重要的 那么第一个就是食物 因为任何动物它的活动 必然是首先是满足它对食物的索取 然后以供应它自己的这个 它自己本身 或者说这个种群 能够得到一个延续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水源 因为像水源对于野生动物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它获取水源的部分呢 一个是来自于一个食物 比如像大象 它采食的植物里面的话 富含一些水分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说它在河流啊 这些地方喝水 你看像这次有报道说 这个野象会打开水龙头喝水 那像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 它对水源的一个索取 然后第三呢 就是对这个栖息地 那这些栖息地呢 可能更多的是偏向于只隐蔽地 就像咱们这个现在象群 白天是在林子里面 它到傍晚的时候 就跑出来那个林子外面的农田啊 这些地方 林园地区进行觅食 但它发现有危险之后的话 又跑回到林子里面 所以这个的话 是野生动物生产的三要素 食物水源还有隐蔽地 我觉得这个的话 就这次大象北上这个事情的话 暂时还没有一个定论 大家都是一个猜想 但是首先我们 如果掌握了这个动物三要素 那么我们再反过来去 思考各个这个假设的话 那大家应该会有自己的一些理解 说不定还可以提出一个假设 就是大象太聪明了 他们就终于发现 人类的这个生存地 所有的这些都具备 他们就开开心心地享用 就想待在城里边 不想回林子里去了 好呀好呀 那非常感谢 我想可能听众也更加了解了 这些大象 而且可能更加重要的一个信息 就是 就当我们在关注这群大象的时候 我们不要用猎奇的心态 我们可能是要更加尊重 科研人员 以及当地一线工作者 正在做的事情 就他们是专家 我们不要在网络上面 相当于是给他们增加更多的 就是压力也好 或者是网络暴力也好 这些都是不应该的 那同时我们在生活当中 不买象牙制品 不买任何野生动物制品 也不消费野生动物 就在网络上也不用流量来消费这些野生动物 可能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吧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如果关于大象 还会有些什么问题 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在我们的各大平台上 我们的节目下面 给我们写评论和我们互动 然后也可以写邮件给我们 我们的邮箱是 etwstudio at gmail.com 然后这些在我们的网站 etw.fm上也都有 那非常感谢志成 这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 过来见